我们再来看第四部分 前面这几部分呢 其实就正常的本期审计 就正常考虑就行了 但今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考虑的方向 就是说以往期间 如果存在未更正错报 延续到本期了 那么对本期的报表是否会发生重大影响 那我们注意在讲期出余额的时候 也讲到如果期出余额有重大错报 那即使本期的期末余额没有重大错报 那么因为期出余额的重大错报 它也可能影响本期的审计意见 原因就是我们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的数据呢 它是有可比性的 它们之间是一个对应数据的关系 如果你期出错了 期末没错 有人看到这个期出和期末数据 进行分析啊 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那因此以往期间的这些错报情况 也会在本期审计中去予以考虑 那与以前期间相关的未更正错报 对相关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 以及报表整体的影响 与以前期间相关的非重大未更正错报的累积影响 可能对本期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你看这非重大未更正错报 它还有累积影响对吧 那可能对本期依旧有影响 考虑该影响 看看是不是会影响到审计意见 这表述呢 是我们在22年所新增的 但从备考角度来说呢 影响并不大 因为我们在最开始17章讲期出余额的时候 就讲到期出余额有错报 可能会影响本期的审计意见 等到19章啊 我们讲这个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的时候 还会讲到 如果说这个期出余额有错报 那对本期审计可能存在的影响 所以说这里在18章加了一个衔接的表述啊 没有产生实质的一个变动 那注重这个表述的理解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看相关的一些题目进行练习 单选题 下列关于未更正错报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在评价未更正错报时 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每一项与金额相关的 以评价其对相关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影响 那好 那我们说考虑每一项与金额相关的 那你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单向中纳错报 对吧 这是注册会计师考虑的呀 那我们在未更正错报的考虑上没有问题 好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与以前期间相关的未更正错报 对相关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 以及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 那这当然了 其实我们在考试到的话 涉及到这样的表述 大家完全可以结合讲期出余额 还有就是我们确定审计意见的时候考虑对应数据的部分 一样能够判断 就以前期间有错报 在本期还有可能有影响 对吧 所以B也没有错 C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未更正错报时 应当逐项指明未更正错报的性质和金额 那我们逐项指明的是什么 是重大的未更正错报 但如果存在这种多项金额比较小的未更正错报 那可能我们就是汇总去沟通 而不是逐项去沟通每一个金额比较小的未更正错报的情况 所以他说这个逐项沟通所有未更正错报就是错的了 好 C选项是错误的 这扣字眼注意啊 还有D选项 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提供书面声明 说明其是否认为未更正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 对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不重大 那应当要求提供书面声明 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结合到我们书面声明的部分会提到 说其认为未更正错报是单独汇总起来 对报表影响不重大等等 然后让他签字之类的 好 这我们在后续第三节还会再次提到 相当于是跟管理层的责任相关的一个事项 因为管理层本身就要好好编报表 对吧 他还需要 使这个报表按照编制基础要求编制实现公允法 这他责任之一嘛 所以我们D选项也正确 那本道题答案呢 我们就选择C选项 好 我们继续来看综合题 上市公司贾公司是ABC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A策决策会计师负负责公司20年度财务报表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为1000万元 审计计工作底稳计计划 决计工作底稿中记录了错报评价及重大事项的处理情况 部分内容摘入录下 老规矩还是问你是否恰当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那甲公司20年度财务报表存在一笔未更正错报 细销售推广费用1200万元 误记录管理费用 应该错报是分类错报 咱们到这停一下 首先这笔未更正错报是不是分类错报 是销售推广寄到管理费用当中 其实就是费用的一个错纪 本来还应该属于销售费用 现在你把它放到管理费用里了 那且不影响关键财务比率 那这个的话你不能单独的啊 就看他说且不影响关键财务比率 还要自己考虑一下对不对 像我说一般成本和费用之间记错了 它会作为一个影响关键财务比率的考虑 如果你就是费用之间错了 现在回顾一下简单了解过或学习过的一些财务指标 它确实没有影响关键财务比率啊 审计考的没有那么的深入 一些特别偏门的 或者说咱们特别难度高的这种财务比率呢 往往也不涉及 咱们一提都是提些简单的 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营运资金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短期偿债能力 对于我们的毛利率 还有收入增长率 这基本的这种指标可能会提到 但也不需要大家计算 好 A注册会计是认为该错报不重大 同意管理层不予调整 那最终呢就是说我们跟他沟通了 认为不是重大错报 然后也没有进行调整 可不可以 那做法是恰当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说这个分类错报啊 没有影响到他对报表的一个理解 但也没有影响到这些利润 没有影响关键财务指标和披露的话 那你不调整也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呢 他的整体数据上没有什么实际的大影响 所以最终说同意没调整 可以啊 就我沟通了 最终结果是没调整 那答案就是恰当就行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综合题 甲公司是ABC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1年度报表 确定报表整体重要性 是300万元 实际执行重要性是210万元 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审计完成阶段的工作部分内容 下 甲公司与乙公司既有采购也有销售 2021年末 甲公司呢 多计应收乙公司款项400万元 那多计应付乙公司款项360万元 A注册会计师认为 两项错报相比后的金额不重大 相当于说他拿400万和360万对吧 一边是多计了资产 一边多计负债一顶呢 就有40万的影响吧 就同意管理层不予调整可不可以 这种错报啊 他重要性是300万单项重大 单项重大是不能够直接这么抵消的 注意啊 你都跟乙公司进行交易 不叫同意类别交易当中内部抵消 你要看交易的性质 跟乙公司这是既有采购也有销售 但你的应收款项是销售业务所带来的 你的应付款项是采购业务所带来的 你要明白这是两项业务类型 不能直接抵消 所以抵消之后不重大 本来就是错的 答案一定是不恰当 两项错报金额都超过了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单独来看就构成重大错报 不能抵消 A注册会计师是应当要求调整 不直接进行抵消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综合题 甲公司是ABC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家电产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为800万元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为40万元 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了重大事项的处理情况 部分内容如下 A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了一笔300万元的重分类错报 因金额较小 为提出审计调整建议 要求管理层在书面声明中说明该错报对报表整体影响不重大 好那问题来了 这是一项300万的重分类错报 那因为是重分类错报 又金额较小 咱们发现确实啊 他这里是没有达到报表整体重要性的 但后面说的是因此就未提出审计调整对不对 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是以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作为标准 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啊 那我们就累积 累积了就要调整对不对 那你既然累积就调整 要求调整的并不代表它都是重大错报才要求调整 有一些不重大的我们也要求调整了 明显微小并不等于不重大 对吧 明显微小的错报我们不累积不调整 但是如果是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以上的超过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了 要累积就要求调整 那要求调整以后经过沟通可能会更正或不更正 那我们对未更正错报进行相应的评价 或者还有一些提出说不进行调整 那我们进行考虑以后可能会同意他不调整 但如果一开始啊 你就未提出审计调整建议 那这就自然是错的了 好 那么要求管理层说明不重大呀 都是额外去忽悠大家的 相当于想告诉大家啊 你看我们这后面都要求他做书面声明了 他都保证了 都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坑挖了一个坑对吧 实际上你首先的提出审计调整建议再说 所以答案一定是不恰当 应当要求管理层更正 所有超过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错报 或者说你应当要求他更正所有冷机的错报 这个都可以啊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简单题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假公司 2013年度财务报表 假公司2013年末非流动负债余额中 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2500万元 占非流动负债总额的50% 相当于已经告诉你了 这样金额肯定是重大的 那这个A注册会计师认为 该错报对利润表没有影响 那么不属于重大错报 你想他这个考虑思路对不对 考虑思路就不对 我们说你要考虑 一对利润表有没有影响 二有没有影响关键财务比率 三有没有影响一些重大的披露 对吧 那这些都考虑到了 最终你才可以说没有重大影响 不构成重大错报 光看利润表还不够 那这项属于什么呀 流动非流动划错了 因为一年内到期的这个非流动负债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划到流动负债里去了 对不对 你划到流动负债里 它会影响我们像营运资金 这些关键的财务指标 所以说它作为重大错报 同意不与调整就错了 那答案就是不恰当 该分类错报对其所影响的账户重大 或者我们说很可能影响关键财务指标 如营运资金应作为重大错报要求调整 好我们继续看综合题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甲集团公司 14年度财务报表 确定集团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为600万元 审计工作底稿中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2014年10月甲集团公司账面余额1200万元的 一条新建生产线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2014年末 因为办理竣工决算 该生产线尚未转入固定资产 A注册会计师认为该错报为分类错报 涉及折旧金额很小 不构成重大错报 同意管理层不予调整 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这是个什么问题 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在建工程转雇的问题 对不对 就在建工程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我们要把它转为固定资产 但是它还放在在建工程里 没有转为固定资产 那问题来了 这是不是都是非流动资产呢 确实是都是非流动资产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在建工程啊 那你也应该知道 说将来是要转雇进行这样一个固定资产的应用的 所以说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其的一个理解 对吧 虽然这个金额呢 确实是超过了报表整体重要性的金额 但是因为都是非流动资产的 一没有影响利润表 二呢 我们认为它也不影响关键的财务指标 三呢 也不影响我们这些报表使用者的理解 接着我们再看一个关键词啊 这里面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会有这个折旧金额问题 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 2014年10月份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比如说如果你要这个时候去进行一个 呃 转为固定资产 然后进体折旧 那也就进体两个月折旧呗 那我们在这里 你不知道这个资产 他到底能用多久 你也不知道我们按什么原则给他算折旧 所以他在这里给你的这句话 相当于说注册会计师考虑了这个方面 而他考虑金额很小啊 等等就不用去纠结说折旧金额到底小不小 影响范围到底大不大 那既然已经是一个大额的这种 在建官城转固定资产 你又不知道使用年限 你就认为他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就行了 比如说我涉及折旧金额很小是一个结论 那就是折旧金额小可以不考虑 好就排除了你对折旧的单独考虑 那不构成重大错报 同意管理层不予调整 OK吧 可以 那确实是作为一个分类错报 那本身呢 他这个数据只是科目错了 但是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构成重大错报 那我们沟通同意不予调整 所以也是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过程 指最终没调整 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这个同意不予调整的结果是什么呀 往往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重大错报来对待 最终呢 这件事没有影响审计意见 他即使不调整啊 我同意了 我就也会给他发表一个无保留意见罢了 其实我们应该链接到后面的一个处理上 好 那这里我们当然是恰当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综合题的小问 甲公司是ABC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为1000万元 实际执行重要性为500万元 甲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存在一笔未更正错报是400万元 那系小计题企业所得税所致应该错报金额小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A注册会计师就认为该错报不重大 不影响审计结论 好 问题来了 你说我光是看金额不重大 就认为他不是重大错报不影响结论是否恰当 当然不恰当了 评价错报 咱们读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人家想问你什么 对吧 我们这一看就是金额不够重要性的水平 那你要考虑性质是否重大 他从金额和性质角度去考虑是否是重大错报 你读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其实我们很多题目呢 都是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考法 就是你可以找了他想问你的点是什么 他判断的结论就是因金额小于重要性 所以认为不重大对不对 你把其他都排除掉 咱们简化了 那你就知道了 说那不行 不能光看金额还要看性质 答案就是不恰当 是否构成重大错报 还应当考虑错报的性质 光看金额不够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对于财务报表合理性进行总体复合 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提到过总体复合这个工作 那其实我们最开始讲分析程序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内容了 这部分跟我们之前讲分析程序当中所讲的总体复合内容是一致的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了 说分析程序在应用的时候 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风险评估阶段 第二个是实质性分析程序 比如说我们做风险应对的实质性程序 还有就是总体复合阶段 好那么我们其中强制运用分析程序的两部分是 风险评估程序和总体复合这个阶段都必须要用分析程序 而实质性分析程序是可做可不做的 那是非强制去应用的 好在总体复合阶段 你做分析程序是为了什么 风险评估阶段 你做分析程序呢 是为了识别评估重大粗暴风险 到总体复合这里呢 其实你的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都已经走过一遍了 就完整的流程我们已经进行过一次了 所以我们就是看看 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跟你一开始认识是不是一致 有没有必要去进行调整 在出报告之前还有机会再改一改 如果说你认为做的工作不够多 那你可以修改风险评估结果 调高风险 然后追加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做风险应对 直到我认为真的获取了充分适当证据 我再去出报告 对吧 我们跟第三章第四节讲的内容是一致的 好在临近审计结束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分析程序 一定是强制运用啊 一定有 那帮助其对财务报表形成总体结论 以确定财务报表是否与其对 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风险评估阶段和在总体复合阶段 运用分析程序的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在这个报表层做一个整体的这样评估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都是在报表层次更多的啊 都是汇总性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还有方法是一致的 但目的不一样 风险评估阶段 你是为了评估风险 总体复合阶段 你是为了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有没有差异 所以是确定报表是否与其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实施分析程序的结果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 识别出以前未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需要修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并相应修改原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四部分 关于复合审计工作 那复合审计工作中呢 我们要注意它的层次 以及说我们项目合伙人的复合这部分工作 因为这部分虽然在22年教材当中没有做什么调整 但是在21年的教材当中呢 我们对这一部分重新进行了改写 考试来看考核的呢 还不太充分 还有可能会在这个部分涉及到相关的考点 所以有些需要背记的 需要各位同学注意关键词的背记和摆握 好 那我们来看复合审计工作 那如果说啊 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那审计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这时候 会计师事务所就派我来做项目合伙人 带领各位同学一块审计个项目 但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各位同学呢 还没有接触过审计工作 所以说你自己第一次去独立做这个审计工作底稿 那我当然是操碎了心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工作底稿当中 不是说你做完了 咱们就放心的去走出报告的流程了 那我们需要去考虑这个底稿做的有没有问题 是否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所以说我们就要对这个底稿安排复合工作 那这个复合工作呢 我们就分为三步 那对于审计工作的复合 包括项目组内部复合 这个内部复合啊 我们可以有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有经验多的复合经验少的 像我们说这个项目组呢 除了老师我以外有八个同学共同组成 那这八个同学有同学接触过审计工作 有同学呢 就是刚刚来事务所才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经验多的可以复合经验少的 这我们可以有一个项目组内部复合 接着我们还有项目组内部的 就是项目合伙人的复合 项目合伙人 他其实本质上也是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但他要对整个审计项目的总体质量负责 所以说我们就有这个项目合伙人 安排对于工作底稿的复合工作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两个角度 一个是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复合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项目合伙人做的一个复合工作 都可以说是项目组内部的 好的我们接着对于会计师事务所 他也需要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就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安全 我们会发现这个事务所往往也会去设置质量管理部门 那这个质量管理部门就是用来去在出报告之前 对项目保证质量的 所以说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管理措施 而执行的项目质量复合如适用 这一般来说我们大多数的审计项目 在实务当中他都是要经过这一步的 那我们就会有相应的质量管理部门 这质量管理的老师啊 他会对其呢去进行一个复合工作 那这个质量管理的人员呢 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 他是没有参与实际的这个审计项目工作的 他是属于那种有经验有知识 但没有参与工作 属于在这个项目具体工作之外的一个人 那这时候他来做项目质量复合 能更好的客观的去提出问题 所以会有这样的项目质量复合 是会计师事务所所有的一种规章制度 好那我们先来看项目组内部复合 我们也叫成员复合 之一是我们的复合人员 简单来说就是经验多的复合经验少的 应由项目组内部经验较为丰富的人员 复合经验较为缺乏的人员的工作 对于一些较为复杂 审计风险较高的领域 需要派经验丰富的项目组成员执行复合 必要时可以由项目合伙人执行复合 因为我们对担任项目合伙人 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担任项目合伙人的话 一般来说他都会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那这种人呢 他能更好的去应对这个风险 对于一些那个风险高的 本来就是经验丰富的人在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找一些更有经验的人来复合 要不然你就指派经验丰富的复合 要不然呢 你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项目合伙人来出马 这个复合时间 注意啊 我们在这个工作的复合上呢 都是为了有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那如果说我这工作啊 刚开始你做审计计划 这些计划你就做的不合适 我们不做复合 按这个计划进行 等你这工作做差不多了 回头一看 说哎呀 咱们这审计计划就制定的不恰当 所以那些应对程序做的啊 也不够充分 那我们还需要再改一改 这时候你的工作量就会非常的大 非常的麻烦 所以在这个复合上来讲的话 应该叫及时复合 而并不是说工作做完了再一起进行复合 及时复合的好处就是有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不影响我们审计工作的一个进程 审计项目复合贯穿于审计全过程 随着审计工作的开展 复合人员在审计计划阶段 执行阶段和完成阶段 及时复合相应的工作阶段 比如说刚开始我们定了审计计划 那这个审计计划呢 对其进行复合 没有问题了 咱们可以照这个计划去执行 开展这个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啊等等 那将来呢 你说这个过程当中 这抵耳如果说发现啊有什么问题 咱们及时还能够进行更正 那最终再进到完成阶段里 就不会影响我们审计的一个业务流程 好第二是项目合伙人复合 当然这也属于我们项目组内部的 这个需要各位同学重点去把握一下 咱们21年在这里啊 做了一个扩充和改写 所以值得各位同学去关注 在我们这个部分呢 考察的也不是特别的充分 所以说在今年备好中 有一些内容啊 需要大家适当的去备进 首先来说这个复合人员 都说了项目合伙人复合 就是项目合伙人 应当对管理和实现 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体责任 就他对审计项目承担总体责任 那既然项目合伙人 他有这样大的责任 相当于这个项目组的头啊 把控这个项目的大方向 所以在复合范围上 你能要求项目合伙人 复合所有的工作地道吗 说实话这个不太现实 虽然我们不要求说一个项目 一定是只有一个项目合伙人 有些项目比较大可能会有更多的项目合伙人 咱们假设说现在有一个审计项目 咱委派了一个项目合伙人负责 这个审计项目你会发现可能工作底稿内容非常多 你发现我们做这个工作底稿 从这地上落起来 如果打印出来 可能比老师我还高 你让一个项目合伙人从头到尾的说全部都进行复合 其实并不太现实 他要进行很多的这个整体项目的把握工作 然后还要进行很多这种沟通啊 项目整体安排的一些协调啊等等啊 这项目合伙人其实也挺忙的 那你要求项目合伙人复合所有工作底稿不现实 他只要能把握大方向就行 所以第一呢大家一定注意项目合伙人是无需复合所有工作底稿的 毕竟其中我们项目组内部这个经验多的已经复合了经验少的人员的工作了 好那我们进一步的他主要复合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看重大事项重大判断 你不用去背 你看就知道了 就有一些关键的事项目合伙人需要出马嘛 所以就是重大事项重大判断 包括与在审计中遇到的困难或有争议事项相关的判断 以及得出的结论 根据项目合伙人职业判断与项目合伙人职责有关的其他事项 说白了就是项目合伙人职业判断当中 他认为有必要去复合的 那就可以去金融复合了 对吧 就是跟他自己自身职责有关的 毕竟啊 如果跟他自身没关系 他可能也不会关心和操心 好那我们第二个是关于复合时间 这个复合时间安排呢 首先在审计报告日或审计报告日之前 肯定是出报告之前你要完成这个工作 因为如果出报告的时候 你还没完成这个工作 那就出报告将来出了什么事 对于项目总体质量负责的 可是这个项目合伙人啊 他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所以说一定是出报告之前 那我们项目合伙人应当通过复合审计工作 底稿与项目组讨论 确信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支持得出的结论和你出具的报告 这话我们特别去注意啊 就是我们一定是在审计报告日或之前 就完成这个工作 那我们有应当复合工作底稿 与项目组讨论 这两步必须都要做 很简单啊 你想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人员啊 从工作开始逐步今生 当你做到一个小领导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杂活或者细节的小事 你就不会再亲力亲为了 比如说我能够自己独立的啊 去带领这样的一个审计项目 完成工作的时候 那可能从那时起呢 我就没有自己再真正的跑到银行去 去打印这个银行对账单 或者去进行这个银行的寒证 因为这些工作呢 可能更多的是有审计助理 甚至说是一些刚接触审计业务的实习生来负责 那我们肯定是要做这样工作的一个分配的 对不对 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工作来讲 项目合伙人啊 很多细节工作 不是自己亲自动手完成的 他看到工作底稿的时候 是不是要了解一下情况 就这个底稿 那为什么这么处理 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怎么样 你是不是应该问一问 项目组实际执行工作的人 当时的一个情况呢 当然是了 所以啊 这项目合伙人想要做好复合工作 不要干巴巴的只看这个工作底稿内容 还要了解实际情况 所以是应当复合审计工作底稿和与项目组讨论都应该有 这两步都要包括 好那我们第二 是项目合伙人应当在签署审计报告前 复合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 以及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 那问题来了 咱们说出报告之前啊 项目合伙人不只是看底稿 对吧 他还要考虑一下 说我们这个打算 出的审计报告 以及审计报告 应该后复经批准的财务报表 我们把这些内容还要确认一下 我们真正得出报告这个流程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这个项目组复合 到我们的项目质量复合都已经完成了 进到出报告这个流程 我们就会直接去出报告了 那这里面就没有这个再次复合了 所以你前面要保证质量啊 那不只是要看工作底稿啊 还要把我们最终的工作成果 那我们要看经批准的财务报表 和与之对应的审计报告 包括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 如适用 这我们在第19章会专门去写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要去增加这种关键审计事项 比如说那种上市实体 我们在审计中都要求去增加关键审计事项 那就我们审计中认为最重要的 要在审计报告中去沟通 好 项目合伙人应当与管理层 治理层或相关监管 机构签署正式书面沟通文件之前 对其进行复合 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家注意啊 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审计当中的某些事项 你要拿出来跟管理层 治理层或者相关监管机构 去进行一个正式的沟通 那么你在进行这些沟通当中 是不是不能够出尔反尔啊 不能说沟通到一半发现了 不好意思啊 跟沟通这个要求你调整了一些事项 要求你确认的一些情况出错了 所以说呢 你等等 我再改一改 这样的话 很影响我们的专业性 也影响我们沟通的效率 你肯定是考虑说 哎 我先进行复合 复合过以后呢 再跟对方去进行沟通 这沟通的事项应该是我们自己已经确定好的 那这样的话 有什么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就可以 而不会说我沟通着沟通着突然发现啊 不好意思 我沟通这个事自己都没搞明白 这事错了 对吧 所以一定是要在正式跟外部沟通之前 把内部的问题给搞定了 就这样一个理念 好 项目合伙人应当记录复合的范围和时间 这是一个常理性的内容 就咱们做工作应当记录 对吧 那这又不用说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到什么 提到很多应当的事 是需要各位同学去背记的 比如应当复合工作底稿五项目组讨论 应当在签报告之前 就复合我们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工作底稿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签署审计报告 第十九章会讲 除了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盖章之外呢 还需要两个注册会计师盖章 那项目合伙人是其中之一 他又相当于确认了自己对于这个审计项目的责任 出问题的话 他很可能会承担相应责任 那自然要小心一点 对吧 签报告之前看清楚 那如果说要对外去进行沟通 你看管理层治理层和监管机构是项目组的外人 那你对外进行沟通之前 先对内把问题给确认清楚 再对外去沟通 那应当进行记录 都比较讲理 但这个应当的事项不打折扣 要搞清楚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关于项目质量复合 这里啊 其实我们只是给各位同学说了一个项目质量复合的概述部分 而我们具体的内容会放在21张 21张整张呢 我们都是在讲这个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质量复合的部分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来明确一下项目质量复合的一个范围问题 所谓项目质量复合 简单来说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他定了规章制度 来保证自己的项目质量 他往往就设置这样的一个项目质量管理的部门 然后有这个项目质量管理部门呢 会对所接收的这种审计业务啊等等 去进行一个复合工作 而这个项目质量部门当中的人员呢 是没有实际去参加业务的 相当于是有经验 有技能 有专业知识 但是呢 他不参加业务这样的一个人员 客观的去做出评价 好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项目质量复合制定政策程序 并对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这第一个是一定要做项目质量复合的工作 那法律法规要求实施项目质量复合的审计业务或其他业务 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会应对一项或多项质量风险 有必要实施项目质量复合的审计业务或其他业务去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所以我们在这里关注他范围的一个表述啊 对于他这个范围当中的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大家特别关注是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我们说上市实体的范围呢 它其实是大于上市公司的 我们一说上市公司 它其实就是能公开发行股票的对吧 但上市实体呢 比如有一些公司它是发行债券啊 那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上市实体 只不把它称之为是上市公司 所以这个上市实体啊 它是比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个范围要大一些 等到后来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到一些公众利益实体 就当于它会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 比如说像有一些银行或保险公司 哪怕它不去发行这样的一个股票债券 但我们也认为它是公众利益实体 那公众利益实体的范围就大于上市实体 又大于我们的上市公司 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那我们在这里是对上市实体的财务报表审计 一定要做项目质量复合 然后第二就是法律法规要求的一定要做 然后第三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一个标准 他认为有必要实施 那就实施 相当于除了上市实体和法律法规要求的 剩下是由事务所自己明确 要不要做项目质量复合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简单题的小问 A注册会计师担任假公司 201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合伙人 B注册会计师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合人 相关事项如下 根据复合计划 审计项目组经理复合了审计工作底稿 那A注册会计师复合了财务报表和你出具的审计报告 确信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好这里也要给各位同学科普一个小知识 在审计当中啊 审计经理和项目合伙人 他不是同一个职位 他也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在题目中大家读到了我们的A注册会计师是项目合伙人 然后审计项目经理呢 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审计当中这个项目组当中的项目组成员 顶多你就说他是经验较为丰富的成员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经理复合工作底稿 不影响项目合伙人所做的工作 你像我们大多数啊 情况下就所有这个工作底稿 都会在项目组内部去做一个复合 那同时呢 你这个项目合伙人再复合的时候 就挑挑简简去复合了 好 那项目组内部的话 我们就经验多的复合经验少 都会做这个工作 但对重大事项 项目合伙人要不要还要重新做一个复合呢 当然要 项目合伙人虽然不会复合全部的工作底稿 但是对于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跟项目合伙人职责相关的 他还是要做复合的 所以这个A注册会计师只复合了 财务报表和女出具报告 没有复合工作底稿 这肯定是不恰当 他说确信或许充分受到证据 相当于A自己偷懒了 答案就是不恰当 A注册会计师还应当复合 审计工作底稿 并与项目组讨论 当然这个底稿内容呢 主要是这种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以及与A的职责相关的部分内容 好我们继续看单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工作底稿 复合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项目合伙人应当复合所有审计工作底稿 刚刚强调过 他不是复合所有工作底稿 对吧 那对于B工作底稿中应当记录 复合人员及姓名和复合时间 当然了 你做工作就要在底稿中体现出来 有复合人员及复合时间 那我们这就应该把姓名和时间记录清楚 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按指责规定 把复合工作做过呢 对吧 B也没有问题 C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应当在审计报告出具前 复合审计工作底稿 当然了 咱们这个不管是项目组内部的 还是说我们会计师事务所所制定的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 你在出报告前去复合底稿 不要说我出报告以后再说 出报告以后就不敢探了 对吧 所以C说法也正确 D应当由项目组内经验较为丰富的人员 复合经验较为缺乏的人员编制的工作底稿 这本来就是个正常逻辑 要是经验少的 你复合经验多的 你也看不懂人家做的是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安排是合理的 那没问题 答案呢 就是A选项 好 我们继续看多选题 下列选项中 项目合伙人应当在审计过程中复合的有什么 刚才我们讲项目合伙人要复合什么呢 工作底稿 然后就是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然后这个工作底稿中是有重大事项相关的 与重大判断相关的 与他自身职责相关的 好 这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他自身的一个复合工作 这你不能说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他编制的复合记录一定是应当复合的 因为总体来说 我们这个项目合伙人复合工作底稿的时候 他更关注的是重大事项重大判断之类的 而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呢 他在复合中 可能这个工作内容会更详细一些 如果在实务上来看的话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往往呢 他可能会复合更多的内容 所以说这个跟项目合伙人要复合内容 并不完全重叠 咱们也没有提到这种要求对吧 所以A我们就排除了 B 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一定要看 尤其是在签署审计报告前 那为了确认自己自身的安全 因为项目合伙人是需要对审计报告去签字盖章的 他自然就要进行一个复合保安全 好 C和D是以重大事项和重大判断相关的工作地方 已经反复提到了 那本道题答案就是B C D 这三个选项 好 那我们包括的三个方面 大家应该去关注一下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这一节内容 到此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那对于本节内容啊 在备考当中还是相当重要 大家会发现有一些考点的 总体来说考评还是比较高 那完成审计工作概述我们分类来说的话 主要啊 在我们的实际评价错报角度呢 一是考虑要不要修正重要性 二呢就是评价未更正错报 好 这个部分老师给大家把整体流程 又结合前面章节 重新做了一次梳理 比如说你在这个修正重要性水平的时候 肯定是要考虑说我最开始在审计计划中 定那个重要性 他就是初步确定一个重要性 可能没有那么准 但后面呢你随着审计工作开展 你发现错报了 要求被审计单位调整了 那么你确定重要性这个选基准定比例 你的基准就可能有调整 那对应的重要性就会发生变化 但是呢我们修正重要性具体去考虑的时候啊 往往都是考虑调低怎么办 那调高的话 这个很少会出现 基本就没有 因为我们讲这个调高重要性没有意义 比如审计中没有发现错报 发现被审计单位情况特别好 就觉得说这重要性定高点呢 也同样能够应对风险也没有问题 那本来要定100万的重要性 现在没有什么中大错报之类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定200万也没问题 其实你100万也好 200万也罢 最终呢也没有影响审计意见 往往是你认为这个环境比较好 风险呢它比较低 你才可能会考虑说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把重要性定高一点 那这种调整是没有意义的 但你这种调整不能说 我在学习中学了个80分的水平 明明60分就能及格 那我就把多学那20分的内容呢 给旺子一干二净 对吧 把自己脑子里的知识倒出去 没有这么干的 只有说临考之前发现学的还不够充分 有些内容掌握的还不够完善 赶紧的点灯遨游的去学习的同学 才是更多的 所以修正重要性 咱们就是往第一了调 一旦往第一调呢 就要考虑原来这个风险评估的是否恰当 往往就要调高风险 然后进行风险应对 追加进一步审计程序 以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才能真正收工 对吧 好 那我们评价未更正错报 这儿呢 又去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流程 就我们现在啊 就发现错报作为一个起点 那你发现错报要考虑 要不要调整 那是以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作为衡量标准 低于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 不需要累计 不需要累计 也就不需要考虑调整的问题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累计的错报呢 就要跟被审计单位沟通 要求其去进行调整 那如果他不调整 最后成为未更正错报 你再评价未更正错报 对审计的影响 那我们可能会出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 那当然我们对于错报的一个考虑上啊 一呢 你是考虑他识别出来的错报 就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错报识别出的话 好 那我们就会考虑说 识别出即时已更正 但会不会影响重要性 要不要重新评估风险追加程序 主要是考虑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好 那我们在识别出的这个考虑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考虑就是未更正错报 那考虑未更正错报 就往往是落实到我们审计的最终结论 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上了 所以说我们更关注这个评价 未更正错报的情况 好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又提到了 有这样的一个单向错报 好 对于单向错报的话 就是你单独看 单向中纳的 不太能跟其他错报去抵消 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况 就同意交易内部的同意类别的 那我可能会做抵消 否则的话 你不能说收入我高估了一千万 费用我也高估一千万 但我没影响利润 我就不把它当重大错报了 把这个错报抵消了 这不行 对吧 分类错报是代表说 即使有金额重大的 但是因为性质不重要 最终可能不当做重大错报来对待 好 那我们就会发现 他给你提到一些金额重大 但是呢 性质不重大的 对不对 好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是做分类错报的考虑 其中呢 我们就提到了 说你看啊 如果在收入角度 营业收入和非营业收入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营业外收入比较 就是你是收入还是利得 这个如果击混了 往往是影响报表的理解 那对于我们这个流动 还是非流动击混了 往往会影响我们的报表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成本和费用击混了 往往就会影响我们的报表 那把这几个事项考虑进去 其实我们在这个性质是否重大的考虑上呢 我们最主要的 一你看看是不是影响了利润表 那我们考虑对利润表的影响 对损益的影响 第二个呢 我们就影响是不是影响了关键的财务指标 或者说影响了这样的关键的财务比率 对吧 主要结合财管的一些内容 在审计不好计算 大家就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呢 我们就可能会考虑到 它是否涉及到相关的一个披露的影响 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我们说分类错报 可能存在金额大 但性质不重要 所以不当做重大错报的情况 好 从这儿我们再给大家去扩展一个点 你看我们很多题目中会提到 说对于这个分类错报 然后我们评估了金额大 但性质不重要 但是呢 最终注册会计师跟管理层沟通 认为不是重大错报 同一步与调整 问题来了 注册会计师有没有跟被审计单位沟通 要求调整 有 他只是说沟通以后 最终呢 管理层也说 你看他就是一个分类错了 有一个窗户 但金额也没错 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对吧 都是费用 我寄到销售费用里 还是寄到管理费用里 这影响不是特别大 要不就算了吧 最终我们就没给他调整 这个是可以的 同一步与调整 没有说我们累积错报不沟通的 累积错报都是沟通并要求调整 只是最后可能不调整的部分 我们再对其进行评价 对吧 就未更正错报的一个评价 我们一说同意对分类错报不予调整 往往就是说认可他不是重大错报 即使不调整的往往也不影响审计意见 所以在题目中就出了这个表述 但并不影响我们说的累积错报都要沟通 并要求他进行更正 并不影响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年还对与治理层沟通部分做了一点扩充 大家自己去回顾 好那对于错报 定于报表整体重要性 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对应的就是金额小的 但是呢 他性质重要的 金额小性质重要 我可能也把它当做重大错报 那比如说像存在那种扭亏为盈的 往往我们会把它当做重大错报 今年增加的表述中又提到了 不要考虑披露所带来的影响 一些定性披露 另外我们增加了考虑以前期间未更正错报影响 其实就是考虑这期出余额的一些错报情况 在17章和19章也都会遇到 所以属于一个过渡性内容 虽然是新增的 但以前我们学习中啊 也会提到这个思想 不算是特别重要啊 没给学习带来障碍 好 接着是对于财务报表合理性进行总体复核 这个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已经完全讲到了啊 在这又提了一次 就是相当于做一个复习回顾吧 从备考角度并不是有很大影响的部分 它跟我们风险评估阶段呢 运用分析程序方法一样目的不同 风险评估阶段是评估风险 总体复核阶段是看看 跟最开始对备审计单位的了解是否一致 复核审计工作 这个我们今年没什么大变动 但是他21年做了一个改写 所以对此呢有一些内容需要关注 首先成员复核 那我们就是经验多的复核经验少的 那对于复杂的必要时可以找合伙人复核 而且要求及时复核 重点把握的是合伙人复核这个内容 合伙人复核这个内容呢 因为是我们去年整体做了改写 尤其在这个复核时间的要求和安排上 提到了我们项目合伙人应当是在审计报告日 或审计报告日前 复核工作底稿并与项目组进行讨论 对吧 两步必须都要有 同时呢在签署审计报告前应当复核内容中 不仅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底稿 是有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工作底稿 那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如果要对外跟治理层管理层和监管机构沟通 应该是进行书面正式沟通前 就要完成自己的复核工作 确认内部没问题再对外去沟通 对吧 这样的内容 还应当对自己工作复核内容进行相关记录 那还有我们就是提到对于底稿复核内容 不需要全部复核 只需要这个对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以及与合伙人职责相关的内容去进行复核 好项目质量复核 这个内容啊 我们从备考角度呢 因为21章还会重新去讲一遍 这里就是给大家明确了一下 需要做项目质量复核的范围 相当于把这个并列关系呢 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 但从备考了就了解性的学习可以了 将来21章的时候再整体的来进行深入 好了 那我们第一节内容 完成审计工作概述部分 就给各位同学讲到这了 这一节内容啊 其实有一些像评价错报 以及说考虑重要性这个内容 几乎是一个非常高频的点 就大家会发现我们连年在考试当中呢 可能都有所设计 所以总体来说 作为这样的一个学习时长 以及说它的一个考频来看 是非常友好的 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极高频考点了 大家请重点去关注关于我们的评价 未更正错报 以及说修正重要性的内容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带各位同学学习到这里 谢谢